職工感謝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三十號下午回到本命區 臺南力挺自家子弟兵 民進黨立委林怡錦 賴清德和林怡錦舉行閉門座談 爭取鄉親支持 而同一時間對手侯友宜 也在臺南隔空尬場 侯友宜猛打戰爭牌 而他也拜訪前臺南縣議長 李和順爭取支持 因為李和順日前力挺 郭台銘連數 但這回又動員十輛遊覽車挺喉 不管在野是否整合 但在清德依然穩扎穩打 勤走基層 現在還要前進校園 海報曝光 打造創新的臺灣 賴清德十月十六號要到陽明交大 跟青年學子面對面 傾聽更多元聲音 日前已經在東海大學舉行演講 之後北中南都要各辦一場 賴辦強調各族群年輕選票都會重視 尤其女性跟弱勢學子更會補強 而賴清德國政發表會也提出相關政策 爭取支持 另外也有黨內人士透露 賴清德接下來有三張王牌 第一張是蔡英文第二張是蘇貞昌第三張則是蕭美琴 蕭美琴卓越的外交表現正面的社會傾向 若能夠擔任大家所期待的副首位置 那當然是賴清德勝選的一張大號牌 大咖王牌逐一搬出 賴清德努力拼勝選 更多的是傾聽各族群聲音 三星文成員 由一部台北參謀道